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狼然榜二在已经周波网播过半的前提下,最近又机身为是开年大剧之列,开始在黄金档日播,破天荒地造了周波日播网播翻线作战,而且统统捷报频传的奇迹,所谓好剧,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和底气。 今天,蹭一蹭热度,来谈一个小编心尖尖上的角色寻飞展,谈寻大统领很简单,一言以蔽之就是除了恋爱,并没有什么想和他谈的,在感情线甚为吃重的狼牙榜二里,我们的寻大统领,似乎是主角团中唯一的单身汉,而且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单身汉,那绝对是八星八剑的钻石级单身汉。 论外形,他有着不舒小鲜肉的颜值,更有小鲜肉们身上没有的阅历和沉淀,满满的熟男魅力,生动的诠释了所谓高级的性感,绝对是金陵城最明亮的少年,阿布,钟千年,论家世,他是寻侍子弟,几代为官,在朝中林立的派系中,唯有他窥然不动,独自傲然,论身手,他师从蒙制, 狼牙高手榜前十,战断同舟,斗拓榜宇,未尝一败,每一场打戏都宛如一场个人秀,行云流水,酣畅淋漓,论人品,他终甘义胆又致勇双全,是关键时刻最可靠的臂膀,就嫁太子时,用披风挡穴的一刹,一滴穴也没有让太子殿下见到的一言, 帅炸苍穹,论热尘,引用寻飞斩饰演者张伯的好机友,也就是卡粉波郭金飞的吐槽,他就是,更快递员,成日里满心凌晨传哟,哪哪都有他,可可,上途好像暴露了一些,什么不该暴露的秘星,说回我们这个金凌晨第一快递员寻飞斩啊, 他时而追捕要饭,时而躺上对战,时而飞身就驾,时而缜密断案,见货还得客串一下之心大哥,真格论起来,除了抓几个嚼蒙前血蛇根子的顽固纳刺,大统领,似乎就没回过自己的统领府,甚至论一品,他也是大梁第一朝男,扎着狼牙榜二里独一份的闷骚小辫子,一天换八百套衣服在金凌城里走行, 这样一个正宗高富帅的寻飞斩,无父无母有车有房的寻飞斩,九历大梁少女梦寐已嫁的寻飞斩,却只为一人钟情,若水三千他只取一瓢饮,花团锦簇他只为一人骨,对蒙前血,他有一份隐藏得太好的情深,一向最是刚正不阿,沉稳大气,太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寻大统领, 也只有牵涉到蒙前血,才会崩了人设,没错,我说的,正是前一段火爆全网的,此乃金凌皇城天子脚下,挂着女眷蒙前血,来人捆起来, 这一段堪笔翻书的变脸,江湖人称寻飞斩三连,而我真的很蒙这一段单恋,寻飞斩掩盖在漫不经心下的在意,漠不作声下的执着,风平浪静下的汹涌,让人动容,对蒙前血,他平日里谨守礼仪和旁人一样换她是子妃,无人处,他在心里仍叫她十妹, 当她的丈夫诀,定度血就地,也就是赴死,他匆匆冲进长林府阻拦,情急之下终于脱口而出了一声,小雪,他却回他一句,冤蒙地结,便是我夫妇同心,执虐的人甘肠寸断, 其实一直很好奇,明明寻飞斩和蒙前血,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师兄妹,怎么看都是该进水楼台先得了月的,怎么就被萧平章这个万人节族先登,徒留一生的遗憾,直到我看到了这一幕,菩萨慈悲,无论师妹所求何事,万望让她如愿,是的,她求佛,她便求佛如她所愿, 寻飞斩指望蒙前血一生安好,除此之外,她对她,别无所求,我们寻大统领这一场暗恋,埋藏德太深深,这一场守护,进行的德太默默,堪称佛系暗恋,只是,这样低调内敛的爱法,用在继承了蒙志的粗线条的蒙前血身上,果真蛮的她,一无所知,最后妹子跟着十四岁,就直接把聘礼台进门的萧平章, 跑了,一点也不奇怪,这一局,寻飞斩败的说可怜,也不可怜,她就这样不言不语的,在她身后守候了半生,直到看到她一身戎装,请求肥夫共赴沙场那一刻,她的心痛,终于无处可藏,那大概是寻飞斩第一次,把情感外露得如此分明,那一刹那起,我彻底中了寻飞斩的毒, 而当萧平章悲怆下线,网友在悲痛之余,也不忘替平章安排身后事,纷纷建议,让寻飞斩照顾他们娘俩一生吧,交给别人我们不放心,显然,网友,的怂恿撞了飞斩的怂人感, 这部,师兄竟然动起了一言不合就抢婚的心思,结果被师妹递发了一张稳重卡,戏里戏外,果然一样惨,而你主角不爱的,自然就得留给我们观众来爱,张伯凭借寻飞斩这个角色,可是圈粉无数,是的, 无论是寻飞斩这个角色,遇上张伯这个演员,还是张伯这个演员遇上寻飞斩这个角色,都是一种幸运,一个绝佳的人设,碰见一个绝佳的诠释者,就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经典, 而这其实,并不是张伯缔造的第一个经典,他诠释的苍穹之卯中,那个清冷而自食,清醒而隐忍的光绪,让我知道了,什么是有温度的表演,历史洪流中个人的无奈,被他诠释的入目三分,而他三国中扮演的翘孙玄,则让人彻底沦陷, 那个举手投足间老成稳重,眉宇间英气勃勃的少年帝王,至今仍是个类古装美人谱上的常客,而被誉为国产剧唐顶之作的《大秦帝国之解体》中,则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他愈发纯熟精湛的演技,从二十几岁演到七十五岁,半个世纪的年龄跨度,完美演绎了秦昭湘王的波兰人生, 有趣的是,与玩佛系的行飞展的不同的是,真实的张伯学是个不折不扣的法系青年,在工作中他把免谈,不见,按规矩的法系哲学,贯穿的淋漓尽致,所谓免谈,是他一直恪守着自己的接戏原则,不追IP,不求流量,找上门的,蜡片给再多的钱也是免谈, 打开张伯的作品名录你会发现,除了精品剧,就是良心剧,剩下几个,哦,剩下那几个是殿堂级的艺术品,所谓不见,是他入行多年,却一直游离在娱乐圈外,头条不见作品见,不炒作,没绯闻,不上综艺,踏踏实实地做着他的小演员, 在生活中脸却一身光芒,只在人物角色里高调绽放,所谓按规矩,是他在这个浮躁的演艺圈里,孤独地坚守着一个演员的规矩,带着国际戏剧节表演教学研讨会与演出展优秀表演奖殊荣毕业的他,却选择沉寂在话剧的舞台上,打磨自己的演技与台词功底, 在狼牙榜二周面对自己并不擅长的打戏,他一遍遍地套招,反反复复地练习,最终他的打戏精彩地让人震慑,暴力藏于内敛,一朝一世风姿绝人,带给人久违了的正宗武侠范儿,可喜的是,在2018年,张伯也将带来他的三续联台,从风神中的激发,到乔家大院之光明之路中的乔应侠,再到悬疑, 探险题采网剧迷Minute,图中的离一,舞蹈解诚游恨少,十分飞斩味嫌多,真心希望张伯这个有着陈酿般纯属演技的优秀演员,这个缅谈,不见,按规矩的法系青年,更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 更多娱乐资讯,电视剧解读,欢迎订阅娱乐小工具,每日更新哦!